Ladies and Gentlemen 代表阻止演讲 岸田门凶手相请 我代表东道国 欢迎大家参加 互联网治理国际论坛2023京都会议 人工智能特别会议 现在我们在全球热烈的讨论 深层性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力和风险 那么 今天我也很高兴的看到 我们看到来自不同背景的议会者也在 聚集一堂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要感谢大家 参加 的本次会议 深层市人工智能是被称作是可以跟互联网 比美的技术创新 互联网 对这个 民主和经济社会 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他跨越时间和空间把人们连接在一起 那么 深层市人工智能也会给我们人类历史带来巨大的变化 今年呢 我自己 也和 这个年轻的研发人员和开发公司一起参加了这方面的会议 讨讨论了 这个人工智能 所能带来的无限的机会 那么不光 人工智能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同能同时 比如说在 这个 药物的开发呀 新的诊断方式的开发呀 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和促进 我们相信呢 人工智能将 对世界造成 带来巨大的贡献和改变 日本政府呢 将在本月底的时候 推出经济的一篮子刺激计划 包括 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那么 主要是提供这个 算力资源和支持这个 基础模式的开发 加大 在这个中小企业和医疗行业 人工智能的应用 我们在这个刺激计划中 会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支持的力度 同时 也有很多的风险 比如说 错误的图像 还有这个 错误的信息传播所带来社会的混乱 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风险 为此 相关的利益相关方在开发 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 适当地扮演他们的角色 消除风险 比如说为了 这个 促进可靠信息的传播 我们能够 我们应该加大对那些能够证实其 证实信息这个出处的这个技术的支持力度 那么国际社会我觉得应该加大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而且能必须团结一致的精神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智慧 在这个促进和监管之间保持平衡 我们需要动员我们的智慧 来减少风险 尤其是生成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同时呢 应该是他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益处最大化 因此 在 广岛 七国峰会上 我建议呢 就是建立一个叫广岛AI进程 促进国际上有关如何实现 可靠的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么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我的建议 也要求他们各国的部长呢 能够在加大工作的力度年底促成果 广岛的人工智能过程 已经决定呢 今年底之前呢制定一个国际的行动指南 那么作为一个实现可靠的人工智能 一个共同的 这个指导的原则 而且呢 我们正在加班加点制定这样一个国际准则 以及行为 这个 指导的原则和这个行为准则 主要是针对 高级的AI系统的开发者 包括这个深圳市的人工智能技术 那么准备呢 这个递交给今年秋天举行的 G7的峰会加以讨论 所以呢 人工智能它是一个跨界的 跨国界的服务 设计到方方面面 因此 广岛AI流程 也将利用这一次IGF的机会 会把我们这个 多例相关方讨论 启动包括了政府 研究部门 国民社会 和私立部门 讨论的成果 这个放到我们这样一个过程中 那么通过听取 跨越G7国家之外的 这些不同专家的意见 而且通过打造这样一个 国际的行动指南 将这个 容许和促进国际社会 包括全球南方 充分享受一个安全可靠和 对深圳市的人工智能 所带来的好处 来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和改善民生 最后 我想 表达这样的希望 就是我们这一次AI特别的会议 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会议 我们将 这个与国际 来自国际社会 政府 AI开发公司 研究人员和公民社会的代表 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与讨论 希望呢 我们这次会议能够成为 在这个深圳市AI发展 成为一个转折点 我最后 希望我们会取得 成功 谢谢 谢谢 Rappler公司 也是2021年 热博奖获得者 它是Rappler公司的 这个CEO和总裁 Maria Rossa 发言 不好意思啊 我个子有点矮 所以我要垫脚 谢谢我们的东道国 日本 那么 可以说 我是 IGF的新人 所以非常依赖大家集体的智慧 我希望发声 敦促大家 想一想 今天 我们的现况 而且敦促大家 采取行动 那么 我要感谢 新人士AI 做的努力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现在真相受到了攻击 我们处于信息战争 有很多的虚假信息 和错误信息 就像野火一样 遮蔽了我们的视线 改变了现实 那么他们利用技术 社交媒体 那么这是一个 第一个互动的界面 那么18年 报告 是这样说的 在社交媒体上 这个谎言 它比真相的 全部速度快六倍 什么意思呢 再加上 愤怒 这个仇恨 和恐怖的时候 这个速度会更快 因为我们人类呢 有两种思维方式 Daniel说 他说 激动的时候会非常快的情感 但是呢 理性思考的时候 速度就比较慢 就像我们今天开会一样 法治 民主 人权 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讨论 我们 那么 这种恐怖啊 就会让我们绕过这种理智的 就会让这些技术来滥用 增加 放大我们的恐怖 那么 需要大家的关注 那么 它会影响到 我们思维的方式 我想 作为第一个社交媒体 接触 刚才讲到 谎言传播速度更快 我们 对我们的社会 搅得乱七八糟 那么 Netflix 有很多这样扭曲的 现象 确实呢 是这样我们所处的现实 而且在每一个角落 都有很多的 这个怪物 那么 而且呢 很多专制的机构 他们在利用这样的一种 情况 那么 因为 他们让人们相信 这个 谎言就真实 他们就会控制 那么 没有事实 就没有真相 没有真相 就没有信任 就不会有法治 没有民主 那么还剩两分钟 我们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想要的互联网 有这样五个价值 我要感谢秘书长 因为 任命我们担任这个成员 我们都有两年的任期 这是一种开放诚实的过程 我敦促大家 采取行动 但是我想呢 最后讲两点 第一呢 就是说呢 跨越 个人的一种影响 这就是我想强调的 就是 我们这种行为 产生的影响 如果没有这种 完整的事实 那就不可能有 诚实的选举 2024年 我想是 关键的选举年 所以在座的 所有人 不管是来自 民间社会 议会 政府的部门 NGO 还是记者 我们大家都可以 尽一份力 我说 我 只有两分钟了 就是说 你讲 篮球最后两分钟 是很关键的 对不对 比赛的时候 在我最后的一分钟的时候 我就想要说 我们去年 推出了一个倡议 就是去年 在DC那边 开了一个 诺贝尔的那边的 一个峰会 今年有300多名 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民间社会的代表 也是同样的一种方式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觉得 大家应该齐聚一堂 我们推出一个 十条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然后里面呢 也是涵盖了三大类 大家可以在每一个方面 都可以去采取行动 第一 就是要停止监测 不要用监测来挣钱 把我们的生活还给我们 第二 不要 有那种 偏见 如果说你是女性 或者说是彩虹族 在线上 那可能就更加的边缘化了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全 可靠的互联网提供给他们 第三 媒体 它不能够成为 就是暴君的助脚 谢谢 非常感谢Maria 下面 有请 OECD的副秘书长 做主持发言 Cluson先生 有请 非常感谢 我的这个挑战不一样 我不用垫脚 格子比较高 但是我也非常荣幸 能够在首相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言 过后发言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今天的这个高级别会议 而且呢 这也是在日本引领的这个广岛 AI进程 G7的这个框架下的这个推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技术发展 突飞猛进带来了非常多的机遇 还有很多的风险 甚至说是危险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而我的组织呢 OECD 是60多年前成立的 我们的这个宗旨啊 非常的简单 就是国际合作非常的重要 能够促进社会繁荣和经济的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呢 我们用基于经验的这样的做法 然后呢 利用了 就是用巡政的这样的政策 将各种合作来去应对这样的跨境的挑战 我们有 推出了这样的就是纳税的这样的一种框架 开展大量的工作 就是通过国际合作 就是通过国际合作和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要驱动更好的政策制定 实现更好的生活 那我要尽可能的 就是 说实话 就是说其实数据技术 数据的政策 它也 不例外 你比如说去年 我们推出了一个 政府获取 数据的这样的标准 这样的标准 还有其他的这些 包括宽态介入的标准 还有数据的治理和安全的介入等等 能够让各国提供了一个导则 帮他们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促进创新 同时呢 也能够去缓解风险 让他们能够提高自己的问责制 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信任 去年呢 过去十年啊 我们越来越多的去关注AI 现在呢 还有生成式的AI的各种更多的应用 随之而来的呢 就是人类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刻 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的繁荣 但同样的实体 包括人类 也会受到我们今天所做的 采取的行动的影响 AI已经证明了 它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 促进各个方面的行动 包括创新啊 医疗啊 教育啊 气变等等 但它在安全自动化 包括就业方面都会带来挑战 就像七国集团所同意的 在日本的唱一下啊 AI就生成式的 AI它会影响到民主的价值观 就像刚才讲的怪奇物语里面的 这个就是上下颠倒的世界 这样现在它带来的这样的算力 以及各个方面 其实都会带来相关的问题 包括供应链的能力的问题 我们全球需要加强治理 实现安全的 AI的使用 要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OECD在 在AI方面的政策制定当中 我们是起了引领的作用 我们推出了 第一个跨国的这样的 就是AI方面的标准 而且我们现在也还有对于AI的分类的这样的一种框架 包括现在的AI带来的这样的事件的一个监测器 这些成就都在世界各地是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现在我们看技术发展的太快了 所以说我们要共同做出决定 确保这个技术它是安全的 能够为造福社会 但大家都知道 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我们是不是要制定 AI系统设定的这样的 硬的这样的政策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加大监管 用现在的这样的方法和框架 是不是还能够行得通 你比如说像那个食品安全那样的标准 沿用是不是还行 还是说我们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要如何来确保这些技术 它不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或是少数国家和少数公司的手中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如何来确保 我们能够抓住巨大的机遇 为人为这个地球 能够用一种民主公正的这样的方法来 为大家造福 如果没有答案的话 那我们的政策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进程 我自己没有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但我知道有一点 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 需要国际合作和协同来实现 那OECD就有这样的愿景 我们要跟国际合作共同合作 来召集会议来探讨这些问题 用巡政的方法来指出引领 就像G7那边一样 我们现在也是要得益于日本政府 在这方面的远见和领导力 而今年日本是G7国家的 前几年的仑西主席国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广岛AI进程呢 它提出了非常必要的 这样的宏伟的愿景 对于所有的AI的发展都能够适用 包括它的COC OECD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一些信息 今年晚些时候我们会推出全球的这些挑战 包括跟UNESCO和其他的一起来合作 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提供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指点 来指导AI各个方面的发展 在我记住之前我想说 我们要想要推进AI的治理的话 就必须要让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这一直是我们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做法 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专家小组呢 是来自有400多名 来自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方 帮助我们来指领技术的政策的制定 只有通过大家的参与我们制定的政策 才能够为社会的所有人造福 首相各位 霍金他当时他是对AI是这样定理的 就是他能够让我们有能力 能够去适应改变 那我想要引用他的话 我们必须要制定负责任的政策 来实现这一点 谢谢 感谢 感谢Kluston先生的发言 我们的首相阁下 他因为还有别的公务在身 没有办法一直开在这里 所以我们下面以热烈的掌声 欢送首相阁下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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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 下面有请Emma Risa 东京大学未来研究所的副教授 来主持我们的讨论 Emma女士 现在把麦克风交给您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我叫Ariza Emma Emma是我的姓 我是东京大学未来研究所的副教授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主持今天的嘉宾讨论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我一个一个介绍 我旁边的这位呢 Nick Click 是Metta的全球事务的总裁 Ciana Metta 是负责 是巴西外交部负责创新 和技术的主管 第三位呢 第三位呢 是来自MDA新加坡 下一位嘉宾 Ala Sarpalia 是来自印尼的信息部的副部长 Kent Walker 谷歌和Alphabet 全球事务的总裁 在右边呢 是 Suzuki Junki 内务省省长 他右边的呢 是Vinton Tiff 我们的领导小组的主席 互联网支付 他右边呢 这Mari 来自Kiu大学 是日本的互联网支付 最后 Martin 是ITU的艺术长 我们今天是嘉宾云集 高鹏满座 在我们正式讨论之前呢 下面有请内务省省长 给我们介绍一下 广岛AI进程 现在的进展 这是日本政府引领的一个进程 下面有请总务大臣发言 大家上午好 我叫Suzuki 总务大臣 非常感谢大家 参加2023年的 IGF年会 要感谢Maria 还有OECD的副秘书长 刚才的主旨发言 非常的精彩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广岛AI进程的进展 为我们待会儿的讨论呢 奠定一个基础 深层式AI发展的非常的快 我们国际社会有责任 要将其益处最大化 与此同时呢 要最小的去减少 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而我们今年四月份开的 这个广岛的会上呢 就同意我们要去讨论 深层式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利用好OECD 还有PPP 就是公司合作伙伴的各种机会 来讨论深层式AI 包括AI的智力 要提高透明度等等 相关的议题 在G7的广岛的领导的这个声明当中呢 我们当时提到了 我们要继续去讨论广岛AI进程 里面呢 达成了以下的几点 共识 第一 我们要提高透明度 第二 要建一个国际的指导的原则 来指导全球深层式AI的发展 包括要打造一个COC 这样呢 还需要我们来提高研发 还有呢 就是我们要跟利益相关方 在G7的利益相关方之间 更多的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交流 在今天的会上呢 我们也会 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 这个指导的原则和COC 我们里面已经推出了一些原则 就是所有的AI的这个发展 都要实现安全的这样的使用 要采取切实的行动 来遵循COC 第一呢 就是要减少先进的AI系统 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包括要去迅速地去找到 和缓解AI的风险 就是在它真正产生影响之前 哪怕是在它上市以后 我们要采取行动 继续来缓解它产生的影响 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 就是在采取措施的时候 AI的这些工程师需要注意些什么 他们要去披露相关的机遇和风险 这些先进的AI系统 他们要把相关的信息 跟利益相关方进行分享 这样呢 他们才能够有信心去使用 而企业它要把这些安全的 分析的结果跟大家分享 对企业推出的AI系统的局限性 也要加以披露和说明 比方说在AI系统当中 是如何来保护隐私 以及对AI系统来进行治理的 并且要建立起一系列的机制 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 进行先进经验的分享 我想讲的第三点呢 就是要进一步的促进 科技研发来应对AI带来的风险 比方说开发和引入技术解决方案 来识别AI生成的内容 来对之加以标示 同时能够用先进的AI系统 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 这样的问题 能够确保像先进AI系统当中 能够提供有效的 供分析的数据 我也期待着其他各位专家的发言 和坦诚的开诚不公的见解 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 大家都能够收获多多 无论是对于台上的专家 还是对于各位听众 线下和线上的听众来说 都会非常有收获 感谢各位的聆听 感谢林木顺二总务大臣的发言 接下来我想请各位讨论嘉宾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广岛AI进程 对广岛AI进程的看法 接下来我想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哪种类型的AI系统 特别是先进的AI模型 是你们在研发的 或者是投放到市场的 他们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和优势 而这些先进的AI系统 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和威胁 你们又如何来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的 希望大家的回答能够帮助我们判断 甚至是AI发展的现状 以及大模型在各个国家 相关国家的发展 接下来我想请两个AI开发企业 Google和Meta的代表发言 肯特沃克先生 谷歌全球事务总裁 我给您五分钟时间 感谢Emma教授 AI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大胆的开发AI 也要负责任的开发AI AI绝不仅限于Chatbot聊天机器人 它能够去改变我们进行科学开发 以及开发技术本身的进程或者方式 那你像今天我们的两位技术专家 念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 台下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因为他们为我们接下来的科技创新 奠定了基础 大家实际上用AI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无论是研究的搜索还是地图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看到AI 正在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 会引发量子物理材料科学 精准农业 个性化医疗 并且为全世界的人民提供清洁水 这些方面都会由AI带来突破 比方说我们的研发 研发团队通过AI技术 为科学界已知的两亿种维生素 做出了研究 来研究了这些维生素产生的方式 而生物学家要用几亿年的时间 才能够把这两亿种维生素都搞清楚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AI系统 能够用三年时间 就能够让一些起步阶段不需要太高的研究者 能够对这些维生素来进行研究 搞清楚它们形成的机制 但是一方面AI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另外我们要注重开发AI技术 我们要负责任也要注重安全 这并不是对某一类公司的要求 而是我们的整个行业都应该肩负这样的责任 比方说像Partnership for AI等 诸多倡议当中的谷歌都参与到 其中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框架和规则 来确保我们所做的研究和适用的标准 都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世界各国的政府 以及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 来促成和实施这些框架 就像日本推出了广岛AI进程 来推动AI的创新 认识到AI带来的机遇 同时也强调我们要深思熟虑地 来考虑AI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 那我们作为民主社会我们一方面要实现开放 另外一方面要确保安全 我们一方面要效率 另外一方面要有平等 那么这些考虑和价值观 在AI工具当中的开发当中 我们都需要得到平衡 我们也非常欢迎RIGF能够更多的 把AI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讨论 因为AI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 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好 感谢沃克先生 接下来请Nick Clegg 也是给您五分钟 来自于Meta公司 就像肯特刚刚说这样 AI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有雏形了 像Google Meta这样的公司 还有其他的研究机构 做AI研究或者用AI来进行研究 或者把AI嵌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显而易见 我们看到大语言模型 是AI的一个量的飞跃和质的飞跃 为什么也是量的飞跃呢 因为它的算力也需要大幅度的提升 它的数据量也大幅度的提升 在IGF和其他的类似的论坛上 大家会谈生成是AI 或者是大语言模型 是好事还是坏事 会如何重塑世界 而且对未来的影响做最预测 我主要想讲三点 在今天的这个讲台上 首先只要有可能的话 就像刚才秘书长讲过的 这个技术是要造福大多数人 还是造福少数人 这是我们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AI技术 它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创新 是一种共享的技术 而且尽可能地要基于开源技术 像Meta Google 在过去十年当中 我们让一千个以上的AI数据库 和模型实现了开源化 和开源社区去分享 那么这样我们必须要对AI技术 进行更多的分享 如果不进行分享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风险 那就是这样的AI的技术 会有极少数的资源 极其丰富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把它开发出来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算力 有足够的显卡的资源 有足够的资金 做出像大语言模型和先进模型 比方说我们的最新的Lama 2 有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 已经有三千万用户了 包括在中国也有我们的用户 很多研究者用我们的模型 一定要去开放 要去共享 而不是仅仅为少数人 从游泳 第二 人的本性就是会 未雨绸缪 担心最糟糕的事情 但是AI既是盾 也是保健 也是盾牌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社交媒体 我们要限制仇恨的言论 以及负面的消极的内容 不良的内容 那么现在在Facebook之上 表达仇恨的言论 已经只是所有内容的 0.01%到0.02%了 也就是说像Facebook这些社交媒体 当然不可能永远降到零 降到零是有难度的 也就是说这种仇恨言论 已经至少在过去一年到半 到两年当中 已经下降了60% 为什么我们能够过滤掉 那么多的仇恨性的言论 是正是得益AI AI一方面是带来最大的挑战 另外它也是一个 非常棒的工具 就像刚才岸田首相讲到的 我们能够叫做 让它的这样的一个 向善的一面得到最大化 让它风险最小化 那我们在讲到风险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讲到 AI会不会给人类 带来生死存亡的威胁 比方说自动化 通用AI 自动化AI 他们会不会自行歧视 那要想预防这样的一个未来出现 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我们现在就要达成 整个行业以及政府 以及和立江官方之间 达成某种协议 来及早的发现问题 然后来指导AI生成的内容 包括视觉内容 一旦我们快速地开发出了标准 而且最近几年 很多国家都要进行大选 特别明年有几个重要的大选 我们不光要关注理论上的未来 也要关注实实在在的现实 今天就可以做的事情 好 感谢Clag 那大家都有问题要提 我今天心目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我现在要提出我的第二个问题了 在第一个问题当中 我们也讲到AI公司 他们在开发高科技的AI解决方案和应用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在考虑生成是AI带来的风险 并对之加以应对 所以对于开发AI系统的公司来说 他们必须要有一些指导性的原则 应该采取行动和措施 来化解挑战 应对挑战 在大语言模型发布之前 在这些产品上市之前 就要把风险加以化解 而且产品发布和上市之后 也要持续观点的监控风险 化解风险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风险又是哪些 需要出台哪些技术上的措施和解决方案 能够最行之有效的达到这样的目标 接下来请Nazar先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给您三分钟时间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首先我想感谢IGF的动道主 能够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这一段 人工智能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的探讨 AI的发展在企业界的 企业大幅度提高了效率 产生我们的幻觉和错觉 产生误导 有见于此 印度尼西亚认为 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 让我们围绕着工作方法变得更加稳健 来缓示 AI带来的风险 无论从政策上还是从实践上 都要做到这一点 其中四年前 我特别要讲到四年前 我们支持了在日本担任G20主席国期间 我们支持了G20AI原则 让G20对于AI推出一系列的指导原则 不久前我们也听到了 刚才林木大臣也讲了G7的广岛AI进程 广岛AI进程是需要让G7以外的 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AI的进程当中 那么这样从治理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能够去识别和化解AI 特别是声称是AI带来的各种风险 全球社会也能够及时的采取行动 来化解这些风险 印度尼西亚也并没有拭目以待 也没有袖手旁观 我们也从2020年就开始打造一个 AI的治理体系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印度尼西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以及在印度尼西亚打造了一个 AI治理的整个生态圈 第二对于企业开发出来的 基于AI的编程 我们也推出了分类的方法 同时在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向下 也推出了和AI相关的隐私保护的规则 这样对于基于AI的个人数据的处理 我们也通过法规要求加以保护 那么最后一点 我们围绕着人工智能的道德准则 也是在形成一个新的文件 那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应对AI治理 带来的提出的要求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知道在AI治理方面 政府不能够单打独斗来实现AI治理 我们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来共商共治AI 打制造一个生态系统 我特别要讲到的是 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 AI的用力 潜在的风险 以及能够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化解 利用AI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风险 我们也看到AI治理本身 并不能够去化解AI带来的 所有的风险和趋势 我们仍然需要其他方面的技能和专业 这样让AI的益处 能够为大多数人所享有 其中包括支持性的政策 并且在内容的分发方面 要确保非歧视和公平 以及进一步的提高 全民的数字素养 印度尼西亚也做好准备 更加积极地参与到 全球AI治理的讨论当中 各个国家发展AI的成熟度和阶段 不一样 通过我们的探导 我们能够确保 AI治理能够使得AI的发展 将来进一步地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 谢谢 非常感谢 那同样一个问题 也提给 非常感谢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 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参与到这样的探讨当中来 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但是AI这个话题 本身是复杂性也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日本政府邀请我到会 这本身也表现了 我们在讨论AI的过程当中 要体现出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包容性 我们在AI方面 存在着巨大的不等称 我们也必须要实施求是 因为不同的国家 以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在面对AI的时候 特别是讲到缓释AI的风险的时候 大家的出发点和能力不一样 大语言模型 是由少数几个公司开发出来 少数几个公司 来自于少数几个国家 主要是G7国家 这就是现状 包括广岛AI进程 也就是说这样的市场 是高度集中的 但是我希望将来 是AI的市场分布 能够发生改变 变得更加宽广 但今天仍然集中 于少数国家当中 刚才我也讲到了 我们发展中国家 必须在AI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发挥主人翁的意识 也就是说 这种AI的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要更多的做本地化的适配 那么这样 像经过本地化适配的AI系统 提供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出作用 同时也要进一步的 更多的鼓励发展中国家的 本土化的创新 这样就能够催生更多的 AI的应用和用力 就算并不是每个国家 都可能会有像OpenAI 这样的这种类型的大企业 那么通过催生和赋能 本土化的创新 也能够让AI技术变得更加的民主化和普及 那么在这儿 我想谈的另外一个话题 特别是讲到AI带来的风险 就化解这些风险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进一步的 把我们的讨论的范围加以扩大 AI带来的更大的风险 是会使得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鸿沟 经济鸿沟和数字鸿沟 获得得到指数级的扩大 现在我们在讲到Safety by Design 叫做本质安全 设计安全 这些理念 同时在AI设计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 设计上就是安全的 另外设计出来的AI的技术 必须是实现社会的包容性 之前就设计进去 而不是后来再加上去 谢谢大家 谢谢马特先生 第三个问题 就是国际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 主要是针对那些开发公司 应该加大对安全设施的 安全设施的投资的力度 并采取措施 比如说在内容的认证方面 包括水印技术和内容出处技术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措施最有效的 那么怎么样来进行分享 尤其是 请Winsworth主席 就在价值链这个过程中 是怎么样来分享这个内容 分享这个技术 感谢 感谢这个总理首相 阁下的发言 大家也说得非常的好 我想指出的是 互联网呢 是 互联网呢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软件的东西 包括机器学习和AI 那么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的惊奇 也就是说使用软件 来打造自己的小的世界 然后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我又发现 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不见得是你想做的 那么为什么 其中的障碍 就是因为有bug 那么做一个这样的病毒 是很容易 但是要解决这个病毒 就很难 什么意思呢 所有听到的东西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它都涉及到很多的软件 所以呢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不光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规则 也要考虑到软件 也就是说 我们特别依赖于软件 那么我觉得这是到现在为止 威力最大的一个工具 而且呢 而且呢 机器学习又把这个威力扩大了一步 所以呢 这个风险呢 可以说是应用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函数 那么 单点 10点 的出现呢 使得那种我们对软件 依赖程度进步加深 那么就涉及到责任的问题 也就是说的负责任的方式的使用软件 在 也就是说在研究 研发的时候 您做什么样的研究 那么 企业怎么样来应用那些软件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然后治理的体系 那么听到了这方面很多的措施 再回答您具体的问题 有关信息的分享 那么 有几点我们想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 培训材料的来源 要确定它的出处 也就是说 怎么样 来确定它的出处 这样我们对这个 这个 相关系统的质量 有一个判断 第二点呢 我们要了解 就是什么情况下 这个系统会出问题 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系统非常的复杂 而且 这个不是跟以前的软件的功能 不一样了 那么 也就是说 有一个 比如说不正确 正确都有个概率 那我的时代 如果我们要分享信息的话 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经验 应该警告我们的消费者 他有什么样潜在的一些风险 所以我特别感谢欧盟 也就是说 把应用的风险升级了 有些高风险 比如说 卫生健康啊 诊断方面 这个领域风险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方面需要加大关注 尤其涉及到这些服务行业的软件有关 娱乐行业 可能呢 它的风险就会低一点 我觉得可能我已经超时了 稍微有点超时 谢谢 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给你 我想邀请您回答同样的问题 王女士 感谢东道主日本政府 我们讲到 18年搞一个 然后22年 升级了我们数据的治理 然后呢 我搞了一个开放元的基金会 就这个AI治理的一些问题经讨论 讲到的一些风险 还有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 来应对那些 这个生存式的AI 我觉得就这个问题 决策者和企业确实应该 搞一个共同的风险控制的框架 确定所有相关方的 这方面的责任 同时应该出台这方面的保障措施 我觉得可以分享很多 尤其是那些做大模型的 开发商 开发者 他们怎么开发的 怎么样测试的 然后呢 使用什么样的培训的那些子集 比如说 就那些大模型 它的有限的地方 然后呢 用户提供那些数据 是怎么样被那些 开发者所使用的 这样的框架 我觉得其实对 软件开发商是非常普遍的 我觉得可以加强 我们的责任和问责 当然了 由于这些模型 会变得更加负责 但是呢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清晰度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分享 这些大模型的信息的分享 使得用户者分享 风险 那么水银奖的技术呢 也可以使消费者 做一些知情的决定 和选择 我感谢这个国际上 利益相关方这方面所采取的努力 所做的努力 我表示非常的赞赏 谢谢 往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需要投资安全措施 技术措施 加大投资的力度 比如说水银啊 还有这个内容出处机制 数据投入控制措施 那么你们觉得 对机构呢 它应该这个采取什么的措施 是最有效的 我想再次请Walker Walker你有三分钟 大数据模型呢 那么主要是搜行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关键词搜行在互联网上 然后呢 你要找同一词 然后呢 说概念 那么 几十年以前我们做了研究 那么在英文 还有其他语言 做了这样 用数学的方式来进行搜寻 五年 五六年以前 又做了很多的研究 确定叫Transformer 这是一种帮助我们了解 人类语言丰富性的一种架构 涉及到世界上几千种语言 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内容中 学到了很多 那么讲到内容的认真和安全 我们可以继续传承这样的做法 讲到安全 我们需要集体的努力 我们提出 叫做安全的这个AI框架 也就打造一种生态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必要的时候 是那些核心信息安全 同时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讲到认证 公式的认证 我们也正在实施 叫SenseID 也就是可以确认那些图像和视频 在Pixel这个层级 也就是说 即使它有了变化 速度变化 但你还可以认证 它是来自什么地方 第二个努力 也是跟这个图像收集有关的 帮助你了解 这个它的图像的出处 第一次在什么地方上传的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要求 就是 就是如果使用选举广告的时候 你要披露这方面的信息 因为它会影响到大选的结果 还有其他很多的措施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来 这个可以相信AI的产品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但是认证以后 它也可能是假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一起 来教育自己 提高我们的 这个数字和这个AI的素养 也就是说 哪些是可以信任 哪些是可以信任 不断提高 我们这方面的能力 谢谢 再次请 进行了研究 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觉得这是这个 用语言的这种信息 是AI的出行 出行 那么那时候 所要的信息 因为是书嘛 所以非常可靠的 但今天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生成AI 它是那些社会媒体的 社交媒体的一些 生成过来的内容 还有物联网的一些 传感器产生的信息 也就是说 或者是web上很多的信息 才来自各方 所以呢 我们需要安全的措施 涉及到数据的出处 它的安全性 多大程度 我们可以信任这些信息 在日本呢 我们 做了一些工作 叫做Original Top File 就是 我们寻找它的出处 进行认证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呢 信息的 等于是它的属性 可以呢 对它的出处进行跟踪 不光是文字的这些信息 那些传感器的 产生的文字的信息 都有一个编号 比如说涉及到 这个全球变暖 或者是气候 旁边的信息 我们这样来处理 那么对这个精确度 进行监测 进行讨论 而且呢 就是在这个AI的玩家之间 进行分享这样的信息 谢谢莫拉教授 下一个问题 就是国际指导的原则 和行为证则 包括要求AI开发者 来促进推动AI的系统 来解决重大的一些危机 气变啊 全球卫生和教育 那么你觉得 对这些机构来说 在他们的活动和投资中呢 他们的最高优先是什么 除了这个问题 都涉及到这些领域之外 那么我们应该给公司 什么样的激励机制 这样呢 把这个行为整则呢 就是欠到他们的活动中 来促进创新 而不光只是这个减缓风险 说呢 这个Martin女士 Dorin女士 非常高兴 参加这个会儿 我感谢日本政府 这个非常重视啊 这个话题 为了回答您的问题呢 私立部门可以说呢 是AI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我很高兴地看到 他们正在加班加点 来应对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 要使那些不利领数最小化 然后放大我们的益处 也就是说 要消除这些bug 然后放大它的益处 私立部门 在这个国际电联成员中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主力军 像MetaGoogle 就是其中的成员 他们的参与 帮助我们了解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提供他们的洞察力 尤其是当我们跟决策者 和监管人员打交的时候 获得他们的帮助 我觉得有一系列 激励措施的组合非常重要 涉及到经济的激励措施 要表彰他们国际和国家 一起所做的贡献 要动员企业的积极性 来采取 能够造福社会的 这些举措和行为 同时 要倡导企业和政府的合作 尤其在教育 欺骗教育这些领域 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非常关注学校的 互通互联 也就是说 到2015年 我们把所有的学校联通 虽然没有实现 但是跟儿机会 和其他的私人企业 私人企业进行合作 也就是说 用这些 AI的技术帮助连接 同时我们也是用AI技术 能够进行连接 尤其降低连接的成本 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灾难管理 对日本政府来说 也是一个优先 所以人工智能 我觉得已经展现了 很多的潜力 比如说在预警方面 跟UNAP 跟气象组织进行合作 还有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 尤其是在处理那些 自然灾害的模型 制定的时候 还有紧急情况 沟通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充分利用 我们多利相关方的话 可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AI技术 谢谢马丁女士 你知道 先生我想请你回答一下 同样的问题 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 我们非常的关注 因为明年我们是即将进选举 我们有关 就是数字平台 传播信息 尤其使用AI的时候 这方出台一些监管的措施 我们跟利益相关方 进行合作 同时跟Google 和Meta这样的跨国的数字平台 公司进行合作 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 对我们来说 重大的测试 因为这个涉及到 就是使用AI 用于这个选举的活动中 希望我们明年的选举 将是公平的 Mari教授 谢谢 你讲到这个灾难 我觉得对日本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日本呢 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减灾 每次有地震的时候 我们都有很多大量的数据 电子数据 能够帮助我们拯救生命 现在呢 AI能够产生更多的准确的 可信的这样的数据 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 做好准备的 还有一个 在日本很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 就是人口老龄化嘛 你知道我们上年纪了以后 有一些医疗的一些信息 你知道 医院和 你的医疗的这些数据 它过去的这些数据 可能 过去三十年都没有真正的 很好的进行处理 其实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 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些方面 开始做一些工作 但这就涉及到 隐私问题 准确性的问题 还有这个 可能数据的操作的问题 因为这个数量很大呀 所以说你需要大量的这些的硬件 医疗卫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因为 这是大家都要肩负起责任的地方 涉及到好多的部门 大家需要共同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你自己去评估很重要 也需要第三方来评估 那政府的参与也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重要的一个例子了 来彰显这个多利益相关方 参与的模式的重要性 让他来管理好AI 非常感谢教授先生 下一个问题 大家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在未来几年的发展 你认为开发先进 人工智能系统的组织 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够在社会上真正的打造 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 下面请Click发言 来自Meta 未来很难预测 尤其是这么发展迅速的技术 很难预测它未来的走向 但我觉得 可能有一些更有可预见性 比如说说到这个大模型 这些大模型 它叫大语言模型 关注语言的 可能会有其他的 是关乎 比如说是基于视觉的这样的模型 二者我觉得很快 它们会融合在一起 那就成为可能多模式的模型 文本和图像都可以识别 那这些模型就有更多的用途了 我们的训练的这些语言 尤其是来自大的美国的技术公司 它们用的这些语言 都主要是用的是英文 这并不意味着 开发的这些模型的工程师 就不能用自己的语言 你比如说在日本 Elyza他们就是 一个开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做 它们 现在就用日语做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大语言模型 未来大家可能会看到 未来的这些模型 它训练的这些语言 可能从最根本上来说 可能是用多种语言来训练的 那很大的一个问题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呢 可能我们的这个领导小组 也感兴趣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两个 互联网支付在这儿 我非常尊重他们 所以很难在这儿 讲自己的意见 好像大家都是认为 这些模型会越来越大 但并不会是 一定会是这样 我们当然是希望 它能够更加有效率 数据用的更少 算力用的更少 投资更少 大家是有动机 去实现这些目标的 而它的这个用途 尤其是微调以后的 这样的更加有具体的作用的 这样的模型呢 它可能并不一定是越来越大 但可能会你把它调整好了以后 针对某些具体的一些领域 实现一些具体的目标 我觉得好像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就觉得这些模型会越来越大 但我觉得可能应该不一定 非得是这样 而不管怎么说 你知道这些大语言模型 你是可以去 它去重新去消化 你给它的这些数据的 可能就 我觉得说到这个 它的大小 它可能是 由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同时呢也会 就是我们要考虑到 相关的这些风险 互联网支付 Surf 您能不能也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跟英特网 非常的相关 大家不要就觉得 我就非常懂AI 并不是这样的 UCA的一个同事啊 我从那儿学到很多 他获得了图灵奖 就是在机器学习和AI方面 他获奖了 他写了两本书 一个叫Cosality 英国关系 中文的直译 另外一本书呢 叫The Book of Why 那他讲到什么了呢 就是说 大语言的这些 机器学习的模型 都是跟概率相关的 概率上他会怎么 有什么样的表现 他并不去关注 这个因果关系 所以你没有办法 从中得出结论 他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 这样的模型 这大语言模型当中 我在这儿讲的是机器学习 而不说的是AI 或者说是大语言模型 如果是这样者 大家不明白的话 就是因果关系 和这个关联 那他们就有人在说 轮胎坏了 就会导致有小孩 他二者之间是有相关的 因为他这个轮胎坏了 旁边就可能有医院 医院里面就孩子在那儿出生 那为什么会坏胎呢 那他可能是 那个人开车开得太快了 就是因为孩子要出生了 不想要让孩子 生在车子上 所以说有的时候超速 就会导致坏胎 轮胎别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因果关系非常重要 在谷歌啊 我们用了大量的能源 来给这个数据中心降温 因为它的温度很高 有一次呢 我们的这个工程师 他就去调这个阀 你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能够 尽可能的减少 这个能源的消费 我们就用一个机器学习的 一个模型来做这个 能够帮助我们 省了45%的耗电 就是手臂手工 要能够省45% 所以因果关系 其实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应该要把它纳入 我们在做这个大模型的设计 和训练当中来 感谢 下一个问题 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考虑 开发工具和机制 来帮助组织监督 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实施情况 让这些组织对其进展负责 下面请 村井淳教授回答这个问题 我没太清楚 可不可以 这是第七个问题是不是 对的 第七个问题 是不是要监测 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实施情况 自我评估很重要 任何一个行为体 一个实体 它在做 数据处理的时候 都要自我评估 这很重要 包括相关的这些个人 它的评估也很重要 当然除了你自己以外 还要有第三方 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些实体 它来监测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能够给你分享一些 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这也非常重要 公众要知道他们需要做些什么 所以其实在研究和教育方面 其实这个应该公司结合 共同来努力 包括在对整个AI程序的监测 也应该要 跟大家一起来做 非常重要 您可不可以也回答 同样的这个问题 我们这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衡量什么 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需要大量的创造力 这样才能够去评估 大语言模型以及机器学习的质量 我刚才讲到了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用机器学习来减少我们的耗电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 那就是这些大原模型 他用你给他的这个提示 产生的这个结果 回答是有多么有效 很难去衡量 很难客观的去衡量 但我想说呢 如果说我们能够发去 在高风险的环境当中去 发现他的这个回应的质量的话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那就确保这些高风险的应用场景当中 我们能够去衡量他的安全性 用一词来衡量他是否成功 谢谢 那么我们下面 刨出下一个问题 给Boughton先生 作为联合国致力于 弥合数据鸿沟的这样的机构呢 如何来确保我们的南方的国家 能够参与进来 那关于广岛AI进程 您认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Luciano 您其实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我再从您刚才讲的 再继续来接着讲 如果说你没有加入这个数据的变革 那你就没有办法加入AI的变革 现在26亿人没有上网 那他们就是如此 他们依然是没有加入这个数据的世界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忘记这些基本 就是我们要的目标 就是有意义的接入 那它的关键是什么呢 包括基础设施 数据的技能 可负担性 网络安全等等 都是它的基石 再讲到具体的建议 我可能提出三点 第一个就是有意义的全面的这样的接入 我们应该把它放入这个 我们的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当中去 包括要有具体的一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公司的 他们的承诺 包括提高技能 提高能力等等 同时要关注弥合性别的鸿沟 ITU非常关注AI的能力建设 我们也在努力的把它纳入 我们的能力建设的这些工作当中去 我们跟UNESCO 包括跟计划开发署的共同的努力当中去 还有一个就是技术标准 刚才部长先生讲的也非常的清楚 失调 这非常的重要 要确保这些技术的标准是一个前提 这样才能够确保有效地去执行我们的指导原则 而ITU我们会尽一份力跟其他的联合国机构 来制定技术标准 最后一点 就是讲到联合国的这个持发目标 这就是治理的能力的缺口 或者说治理的缺口 请大家可以利用联合国作为一个催化剂 在这方面来促成进展 今天早上日本的部长已经给我们讲到了 我们大家要确保不同的讨论和机构之间 这些大会之间的这样的合作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采取行动 我们要分享经验 齐心协力 而ITU我们有AI for good 全球的峰会等等 我们有很多的参与嘉宾的 今天也都在场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大家可以去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的 包括我们的AI的顾问组 刚才秘书长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技术特使今天也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共同的来努力 在推出这个全球数字契约 我觉得有三点 就是普遍的接入 还有技术标准 以及利用联合国的这个平台 非常感谢Martin律师 下面一个问题呢 想要问Nizal副部长 我们如何让更多的这个利益参观方 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关于这个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的 如何让他们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在印度尼西亚 因为大家都知道AI啊 现在非常的热 各国都在讨论 而对于我们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寻求最佳实践 帮助我们在国内更好的来管理好AI 现在教科文组织也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我们也去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见解 教科文组织呢 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准则和导则 来指导AI的这个执行 非常感谢 我想把同样的问题抛给Natsa先生 我之前讲到了 非常重要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讨论一定要有包容性 要让不同的人来发声 要跟其他的机构去接触 让立项官方都能参与进来 才能够确保我们的长期的可持续性 尤其是我们要确保这一进程呢 要用对话来进程 要跟其他的这些论坛和平台去进行沟通 这些讨论呢 应该要再扩展一点 要更有代表性 更有可持续性 我们还没有讨论到这个分裂的问题 数据世界它有分裂 然后我们的努力也不能够是闭门造车 我们一定要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有合力 不管是机遇还是挑战 还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包括政策和监管都是如此 多力相关方的参与也非常的必要 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合力 不管是能力还是信息 发达国家非常中国之家之间 这方面要有合力 帮助国家能够取得 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这样的才能够 激发会主动性 同时呢又能够没有能力的缺口 最大程度的去从AI当中去获取 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 而秘书长也讲到了 联合国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我们鼓励各国要更多的致力于多边主义 在联合国呢也围绕着全球数字契约 进行的紧锣密鼓的讨论 展望未来 我们如何去更新 VSIS的授权和任务 有鉴于此呢 我们能够在多边体系当中 去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这样让所有的国家呢 都能够在这样的进程当中 拥有主人翁的意识 谢谢Mazada 同样的问题提给Dennis Wong 非常同意几位同行讲的 基于磋商的进程非常重要 无论是在行为准则方面 还是在基础标准方面 讲到基础标准呢 我们要由企业和行业组织来负起责任 当然我们也要听到 去期以外的其他的成员国组别 比方说阿斯亚东盟的意见 以及让更多的小国能够 特别是南方国家 能够参与到这样的对话当中 这样呢我们达成的原则标准 会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多样性 能够去照顾到全球社会的多样性 另外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的有一个经验就是 政府和企业之间要保持密切合作 而那在我们的进程当中呢 也要和更多的多边机构去合作 开展实实实在在的项目 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负责任的AI指的是什么 把这样的想法呢落实到每个领域的应用当中 每个具体项目的应用当中 那这是多利益相关方的思路当中的应有之意 感谢汪女士 好 接下来我要提出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讲到了指导原则和行为准则 广岛进程呢 会为所有的AI的参与方去制定指导原则 那大家对这个问题 你们对于广岛进程最终的成果有什么样的想法 广岛进程最先应该拿出的成果是什么呢 好 今天的讨论啊 已经再次的展现了 我们既要强调责任的一面 也要强调机会的一面的重要性 在谈到AI作为一个工具的时候 Wins说了 我们应该将AI不叫AI 应该叫做计算统计学 实际上呢 AI它能够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预测未来 比方说一周以后的天气 过去我们做天气预报只能提前一天 然后像地震预报 像日本发生过地震 然后几天前 不久前阿富汗也发生过 造成几千人死亡的地震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有更加先进的地震预测技术 现在已经有一些工具能够预测山火 森林火灾了 实际上多个国家已经能够有效的去预报洪水了 这样呢 我们各国政府啊 应该更多的利用这些工具 让这样的工具能够服务于各个国家的公民 当然了每一个技术工具呢 都有它的利益的益处 利弊两方面 它的透明度啊 它们的安全度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讨论清楚 对大数据对于AI模型如何来进行分类 哪些模型哪些工具需要怎样去监管 那政府呢需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更清楚的 搞清楚我们 如何进一步的投资于研发 让研发出来的工具呢 能够为广泛的世界 全世界所用 在很多国家当中 比方说在日本这样的国家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劳动生产率 但是这也是意味着呢 我们的工种工作岗位会发生变化 我们如何帮助世界各地的工作者 能够去拥抱一个由AI赋能的未来 它们一方面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呢 又能够生活的更加健康 更加富裕 无论是G7还是经合组织 还是国际电联 我们都在推动向善的AI AI for good 我们也相信AI的向善的一面 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也希望呢 国际社会能够带着乐观的进取的精神 把AI相关的工作向前推进 这样来同样的话问题提给Clag 我觉得这个进程最有影响力的成果 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认为从广义的透明度来讲 为什么今天最近几个月 有那么多的围绕着AI的争论呢 主要呢是AI这种技术啊 好像被笼罩上了一种神话的色彩 是的 它在很多方面是具有转型的意义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刚才那个定义叫什么的呀 competitional statistics 叫计算统计学 特别是大语言模型 大语言模型实际上呢 它是帮助 它是通过处理大量的数据来做出预测 那在我们的争论当中呢 我们实际上已经赋予AI技术 某种力量或者是智能 有点夸大其词了 AI不可能无所不知 他们也是在猜测 他们主要是根据概率论的逻辑 来做出一些预测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AI尽可能的透明 什么叫透明呢 比方说Metal Google这样的大公司 你们这样的模型 怎么开发出来的 这个过程要透明 你们是怎么样来使用数据的 你们的模型在运行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确保它的安全性 如何去做攻防演练的 来确保其安全性 这样都要透明 在广岛行为准则当中呢 我们也讲到了Watermarking 它的这种打水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它的透明度 它的标记的能力 那么这个当中呢 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细节的 因为将来很多的内容 将是混合内容 一方面是人类生成的内容 另外一方面是AI生成的内容 会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如何来识别出这些内容 或者哪一部分是由哪个技术来产生的 那么AI生成的内容 如何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外一个平台 互联网呢 它并不是一个孤岛式的存在 会造成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 所以透明透明还是要透明 只有透明大家才能够更加信任 这种技术能够去服于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 谢谢Clag 这就是我最后要提的问题了 作为主持人 我也得做个归纳 做个总结 但是啊 让我来总结你们几位的见解 给我一个小时都不够 所以我在这儿呢 简单的围绕着刚才的讨论 讲一到两点 首先呢 刚才大家讨论的都非常精彩 我听得很享受 我们讨论了指导原则 行为准则 但是除了这些指导原则之外呢 那现在呢 也有方方面面的倡议 每个企业 每个国际组织 包括很多国家 也推出了自己的框架 而且大家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法律环境不一样 对甚至AI这样的新技术呢 大家的视角也不一样 无论是技术本身 也包括基于AI的系统服务 既包括AI的硬件 也包括AI和人类之间的交互 这使得这一切呢 变得非常的复杂 有可能产生混淆不清的情况 但是呢 这也就是进一步的说明了 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 就像Clag讲到的 透明啊 是非常重要的 透明是一个关键词 另外一个我们不停听到的关键词是 合作 就叫协作 我们在IGF的这个论坛当中呢 我们还要开几天呢 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讨论 合作协作的重要性 而且IGF 上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无论我们是作为开发者 还是作为使用者 还是作为这种商业化的 去做商业化的部署的公司 我们如何来合作 让AI技术更好的造福于 我们的社会 那今天呢 我们这组的嘉宾讨论呢 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指导 为广岛进程呢 也是提供了新的想法 对于我们在座各位 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内容 我就得打住了 否则我得不停地总结下去了 最后呢 还是请林牧大臣 来做一个结束语吧 非常感谢各位的真知着见 正如岸田首相 在发言当中讲到的 深城市AI能够提供超越国界的服务 汇集全世界的人民 这样呢 也通过深城市AI 我们能够在IGF当中呢 能够让各个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到 对于深城市AI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以及它的转型意义的讨论 我坚信啊 今天的讨论将进一步的加深 我们对于深城市AI的风险的认知 而且呢 也帮助我们能够再向前迈进一步 去塑造深城市AI 造福人类的未来 那国际组织的代表 政府的代表 开发者的代表 企业的代表 研究机构的代表 公民社会的代表 都发表了精彩的见解 我们希望呢 进一步的推动广岛AI进程 另外在GPAI AI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当中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AI专家支持中心 来进一步的通过基于项目的倡议 扩大AI的应用 通过这种基于项目的倡议呢 我们能够解决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 昨天发展中国家 也听到了来自于南方国家代表 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今天呢 我们也在继续的讨论AI的治理 在讨论这种治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充分的倾听 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心声 并且呢 在我们推出的倡议当中呢 能够兼顾各方面的想法 好 再次感谢周围的聆听 感谢各位的参会 谢谢 非常感谢林木大臣 那么我们的第五个专题会 就是围绕着 深层市AI的专题对话 高层对话呢 到此结束 请大家热烈鼓掌 感谢所有的讨论嘉宾 这样我要把话筒交回给会议的全场的主持人了 谢谢 女士们 先生们 人工智能高层对话 也就是我们的第五场专题会呢 到此为止 感谢 诸位的参与 感谢各位对话嘉宾 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